香港记者协会在上个周末发布了报告 说香港有八成传媒的老板或高层被收买 获得了北京的建制委任或是嘉奖 香港的新闻自由不再是一国两制 而是一国两业 梦业的业 到底香港的新闻自由要如何脱离北京控制的噩梦呢 这是我们今天讨论的第一个话题 另外在过去一个星期里 中国传出了多起民众抗议垃圾缝化炉的游行示威 抗议群众遭到了警方的当街抓捕 甚至残酷殴打 警察无道 暴打市民 为何这类事件不断发生呢 中国的游行示威法 为何无法保障民众的权利 这是今天我们要探讨的第二个话题 首先我们先请平章为您来播报今天的重要新闻 好的 谢谢郁文 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小时的国际药文 一艘太阳能驱动的太空船 在经过5年28亿公里的旅程之后 已开始围绕木星的轨道运转 请看美国之音VUA卫视的报道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探测船猪诺 星期一深夜开动引擎 成功地将速度降低到恰好能被木星引力牵引的速度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加州喷气推进实验室的任务操控人员 在经过35分钟的操作后收到了任务成功信号 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 太令人激动了 这个队伍里每个人所投入的时间和努力 需要克服的风险真是难以置信 你越了解这个任务 就越清楚想要完美无暇地完成它有多么难 我真的无法用言语形容 猪诺将在接下来的20个月 研究这颗太阳系里排行第五 体积最大的气体行星 帮助科学家们探索太阳系的起源 并寻找木星大气层下存在固体表面的证据 猪诺是第二艘成功到达木星的太空船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伽利略探测船 曾在1995年到2003年间围绕这颗行星运转过 猪诺的任务在2018年结束后 将按计划冲进木星的大气层自我分解 美国之音 华盛顿报道 中国长江中下游洪水肆虐 已经造成100多人死亡 一起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媒体报道 长江中下游地区近日来洪水泛滥 已经导致112人死亡或失踪 人们担心今后几天还会有台风登陆 洪水会造成进一步的生命财产损失 官方媒体援引中国民政部的话说 长江中下游地区因暴雨导致的洪灾 影响到1600万人 太湖的水位上涨到195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假如台风在附近登陆 周围地区将面临严重的洪灾危险 官方媒体画面显示 一个农民的养猪场被洪水淹没 而湖北省省会武汉市 则因大雨导致的洪水变成一个大浴缸 中国南方夏天雨季常常会发生洪灾 但今年的降雨量特别大 本星期很多地区下了大暴雨 中国副总理汪洋上个月发出告诫说 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 可能会导致长江和淮河流域 洪灾风险增加 1998年厄尔尼诺现象导致长江流域 遭遇近年来最严重的洪灾 造成了4000多人死亡 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好 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药文 感谢您的收看 稍后回来我们将进入 时事大家谈的讨论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您继续回到VOA卫视 时事大家谈节目 香港政府与警方高层 在今天到北京与中国官员会晤 来商讨两地人员拘捕的通报机制 会谈能不能保障香港人民的人身自由 确保铜锣湾事件不再发生 与此同时 香港记者协会在上个周末发布了报告 表示香港有三成的传媒 由中国政府或录资控制 另外呢 还有八成传媒的老板或高层被收买 获得了建制委任或是当局嘉奖 香港的新闻自由不再是一国两制 而是一国两业 梦业的业 香港能不能够脱离北京控制的恶梦呢 中国的政治环境又是如何威胁香港的新闻自由 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 为您邀请到两位嘉宾来进行讨论 第一位是在演播室现场的中国独立记者 前纽约时报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先生 另外一位呢 通过skype连线来参与讨论的 是香港进会大学传理学院的高级讲师 吕炳全先生 我们欢迎两位 那么同样的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来提出问题与看法 免费热线号码呢 是400-120-051 400-120-051 您还可以通过 VOA卫视在YouTube的网上直播 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 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 斜线VOA China 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 我想先请教我们在香港的 吕炳全吕先生 吕先生先跟我们谈谈 我们知道针对这次的中港官员会谈 香港方面非常的关注 香港各界反应如何 觉得这次的会谈有可能解决问题吗 刚刚今天那个消息传回来 主要就是这个中央方面通报了这个林荣基那个案情 林荣基就是这个铜锣湾书店那个店长 因为他之前在香港开记者会公开了一些那个 内地不想他公开一些内幕 然后之后呢这一天呢 内地这个公安有关单位呢 就把林荣基一些印罪的片段 还有他在那个接受顺问 去留期间的一些情况啊 那个片段曝光出来 还有一些指正他的一些录音的片段也是公布出来 然后这一次就是好像比较一面堵的 就是希望把那个林荣基这个案呢 办成一个贴案 去推翻林荣基之前呢 所指控当局的种种的布施 包括这个剥夺他这种法律 还有人身自由的种种的问题 另外第二点呢 公安方面做出一个反击 就是说林荣基之前拒捕候审来离开这个当地 然后来香港呢 就单方面公布了那个案成 这方面呢 就是违反了原有这个拒捕候审的一个条件 所以如果他还不回内地投案的话呢 就会采取这个刑事措施 这方面呢 会给香港特区政府一个很大的压力 因为香港跟内地 暂时是没有这个所谓这个移交协议 内地一直都是归咎香港 他们跟这个美国跟欧洲方面 至时呢没有这个引渡协议呢 也能够引渡一些人回去 但是香港呢 那个要移交呢 被欧美呢还要困难 所以林荣基这个事情呢 将会是一个更加难去解决的一个困局 是 那么我们现场的赵岩先生 我看到你也一直在做笔记啊 我们知道这一次的会谈 其实各界都非常关注的 就是所谓他们要商讨所谓的通报机制 还有刚刚吕先生也提到了 中港之间在移交人员方面呢 这个还没有类似像这样的一种做法 或者更加的困难 所以现在各方都很想知道 这一次的会谈能够解决什么样问题 实际上我们知道 我们就来看一看中港两地的这个通报机制 它其实已经存在十多年了 那它其中是怎么规定的呢 它其实已经详细的规定 就是内地的通报单位 必须向香港通报单位来通报 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情况 包括它的拘留日期 包括这个人的涉嫌罪名 包括它强制措施的种类 还有它被执行的地点和机关 可是我们从这一次的铜锣湾事件看到 从林荣基案看到 完全没有任何相关的信息 透露给香港方面 所以可不可以说过去十多年的通报机制 根本就是名存实亡 对 过去通报机制事实上就是形同虚设 基本上不存在 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讨论过 很多大陆的高官逃到香港 也没有办法弄回去 这是事实 但是林荣基这个案子 跟现在要讨论的这个问题 它不是一个问题 因为林荣基到底在香港 有没有这样的犯罪 就是香港警方怎么认定呢 这个他所出的书和记的书 在香港是不是违法 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所以一国两制麻烦就麻烦在这 你的法律和我的法律 大陆的法律和香港的法律 是不一样的 那么你根据基本法所规定 林荣基在香港并没有犯罪 但是你把它弄到大陆去 去证明他犯罪 或证明其他人来犯罪 这个就是两个法律要打架的问题 所以一国两制 这个提法本身就是有毛病 应该是一国一制 但是一国一制 不应该按照大陆的 现有的刑法去统治香港 应该大陆的 现有的刑法 朝世界文明的先进的方向 去修改才是正确的 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 那林荣基的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 是 所以除了在这个拘捕人身上 这个拘捕人员以及通报机制方面 并没有做到所谓的这个 完全按照法律来走 而且所谓的一国两制 也没有办法得到落实 在另外一方面 新闻自由 这也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 另外一个主题 我继续就想请教您 我们看到香港季协 在上个周末发布的报告 他们特别提到了 就是说在香港的26家的 主要传媒里面 他提到就有8家 是由中国政府或是陆资 来持股控制的 这其中包括了大公报 文汇报 商报 城报 还有中国日报香港版 凤凰卫视 无线电视 还有南华早报 另外报告里面还说了一个 其实也是让人蛮震惊的 就是八成传媒的高层 都被北京给收买了 您怎么看这份报告的这个结果 你要是说收买 我们现在可能还拿不到证据 但是说统战了 这个是完全可以讲 你比方说明报的老板张晓明 还有这个东方日报 这在香港原来都是 几大报纸之一 东方日报的老板姓马 他们都拿到这个 全国政协委员的资格 那么在这个生意上 也都对他们大陆 有很多的照顾 所以这个说前面说 有百分之多少的 百分之三十一的媒体 三十一的媒体 还有中国政府控制 不仅仅是这样 不仅仅这样 因为他控制他的办法 不仅仅是通过资金 当然资金是最重要的了 那还有其他的办法 给你荣誉 中协委员 或者是人大代表 这些东西 都可以对港方的这些商人 有一定的吸引力 包括李嘉诚的儿子 在香港也办媒体 所以说现在香港的 新闻媒体自由 不容乐观 这是很准确 那么吕炳全先生 在香港的吕炳全先生 您认为香港全国纪协 所公布的这份报告里面 您对于他报告的内容 您是怎么看的 您对于香港的新闻自由 是不是也持着与他们 同样悲观的态度 我都是看得比较悲观 因为这几年 我们看见内地的 采取那个手段 像方才赵老师所讲的 以前比较多是商议 还有这个政协的荣誉 方面去笼络等等 到后来 我们看见一些 来得比较急的东西 这是真的挡不急 就希望没有内心 就希望透过那个第三者 收购一些中间人来收购 入股 比方说像之前那个 无线电视 就是有一个 有中国大陆 没多知情的一个人 以前他也是 在上海里面 搞媒体 搞宣传的一个党员来的 然后来到香港 他就入股了这个 无线电视 跟无线电视 是香港一个最大的电视台 成立了一个核资的企业 然后就从那个人事上 就对这个无线有不少的影响 然后刚刚也传出 就是我们香港另外一家 比较感言的那个电视台 有线电视 也有那个声音传出 说他有这个玉平海线上 有意来对他收购 然后大家对于这个收购 也是比较有那个保留 因为有线电视 是一个对大陆 那个批判报导 做的比较多 然后他在政治上 也走得比较前的 但是玉平海先生 他搞媒体 还有他现在搞了 那个香港民意的这个立场 很多香港人都是觉得 不太放心 觉得这个 他不光是用这个新闻的原则 来进行 还有呢 背后有不少那个政治包袱 会不会有一些就是 内地的一些任务等等 都是不少人谈的那个问题 而之前呢 还有那个阿里巴巴收购 这个南华长报 我们对对对 我们看见就是一波 来了又一波 然后他们这些收购 都是比较成功 不是说只是给钱 只是用一个官方的名义 来进行的 而是用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商人 而这个商人也有一定的财迹 也有一定的那个慰望 来收购 然后当这个香港的媒体 处于那个经济上 觉得进行非常困难的时候 有这些第三者 出那个资金出来的话 不少那个媒体原有的老板 他们就会这样想 我要对那个股东交代 对我们这个涨盆生意交代 如果说这个这么好的价钱 这么好的买家 我不在这个时期 把那个媒体脱手的话呢 未来这个媒体可能呢 会亏损的更加厉害 所以这个这么多吸引的条件 提出底下呢 不少那个香港媒体 是无法抗拒的 我们看见内地这个大外宣 这个走出去这个策略 以前就是可能在外国 还有在这个台湾方面 实施的比较多 而近几年在香港 实施成功的案例也不少 除了这些主要的媒体之外 我们也看见香港很多 这个微信的电视台 有很多很多主要 都是那个大陆背景入股的 还有这个有一些有军方背景的 他们占整个那个版图的板块里面 占了一个算是最大的比重 为什么这些资金这么有部署 这么这几年就习近平上台之后 来而做的那么成功 厂见这个山头 厂见的这么厉害呢 我们香港人不少 到那个疑虑还是比较重的 是 那么吕先生 刚刚给我们做了很详尽的说明 从整个这个商业的角度考量来谈 当然很多香港的媒体 现在面临经济的困境 所以面对这种收购的压力 难以抵挡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 很多人当然也认为说 这个政治的这个影响力 一定是存在的 赵先生我知道您跟吕先生 实际上两位都是曾经在中国 进行很多年采访工作的新闻记者 您认为这个中国方面的 这个政治环境 到底现在对香港的这个新闻自由 或香港各个层面的自由 带来了什么样的一个冲击和影响 香港方面能够如何来反制呢 香港方面如何来反制 一会儿我们再说 就是大陆现在对香港新闻自由的影响 刚才那个吕先生说 从习上台以后 其实不止习上台以后的事 在此之前就已经有过这样的案例 你比方说这个疯狂电视 在此是李嘉诚的儿子 他收购了 李泽聚收购了 他收购了这个一个电视台 花了两三个亿 完了用再添加五六个亿 十个亿左右打造一个疯狂 那么他卖给这个刘昌乐的时候 刘昌乐肯定有官方背景了 就卖给他三十亿到四十亿 那这个价钱一下子 他做了这个资本运营 资本运作以后在媒体上 他一下就获利二三十个亿 那刘昌乐拿过来这个东西 就马上变成不是一个存新闻的东西 变成一个政治宣传的东西 我们都知道在香港 这个疯狂台是叫做中央二台 这是一个 这是资金方面 第二个呢就是政治上的影响 那么我们知道在香港有中联办 我举一个例子 就是这个前年有一个新的媒体 一个叫亚洲财经 他的总编辑和副总编辑和社长 都是我的好朋友 一个叫郭新 一个叫这个纪索明 那么他在第一期出杂志的时候 登了谁家的新闻呢 就是李鹏家的新闻 李小林在香港胡作非为 动用这个三峡的这个商市公司的钱 来这个给自己的情人力量 办了一个从 办了一个这个所谓的叫 叫这个 离岸公司 离岸公司 一下就注资金就给了二十亿 那完全是国家的钱 而且三峡的钱 是全国人民集资搞起来的 那个当然也有国家财政拨款了 那么李小林 只要他自己高兴跟李鹏一撒娇 那财政部就连管都不管 这个包括证监会连管都不管 香港的廉政公署连管也不敢管 事实上就是说 这个新闻一登出来以后 中联办张晓明 马上让这个中联办的这个宣传部和保卫部 就去找这个国心谈话 你这么干 你还是大陆来的 我们就要怎么怎么着你 完了就告诉这个投资方撤资 因为这个投资方是广东的一个老板 马上就找郭新 那个打官司 你那个没有按我的意思办这个杂志 这一切就是中联办在香港所起的作用 就是很大一部分都是要控制新闻 这是第一个案例 第二个案例就是 我们知道这个香港刚才说到这个明报的张晓明 在这个有一个四家上市公司 被这个胡锦涛的儿子和这个王兆国的儿子盯上以后 那么呢就在里头掏钱 总共掏走了280个亿 这个案子我从头到尾调查过 张晓明的那个助手 就是刘靖图派他的记者叫陈阳去调查这件事 那么北京市公安局那从中参与 包括到这个香港去要把人 就像弄那个林荣基一样 但是那个傅政华当时还多少有点法治观念 通过了香港警方 香港警方也认为这件事 以香港的法律没有冲突 就这个人没有犯法 所以没有交给傅政华 就这么一个过程 明报是先是站在这个受害人王晶的立场上 但是中联办一介入 公安部一介入 尤其是令 昨天判刑的那个令计划一介入 指示夫人华 你必须到中联办怎么怎么 把这个事怎么办 回过头来 明报马上就开始打 打这个王晶了 就是香港警方认为王晶没有犯法 但是呢 马上就打王晶 我就说 我说你这原来叫明报 你先变成暗报了 而且呢 那个中联办给钱啊 中联办给钱做广告 就是王照国的儿子和胡锦涛的儿子 通过中联办完了给明报广告费 反过来就打王晶 你这门明报变暗报了 他的影响力无所不在 对新闻的控制已经到了 无以复加的地步 但是 我们很乐观地看 最近香港有一个新的数据出来 就是说大家现在看新闻 不是通过香港媒体报纸 媒体报纸只能看一家苹果日报 更多的都是通过这个网络 一个是Facebook 一个是谷歌 那么超过50%以上的这个 大家所要获得新闻渠道的信息 都是从这来 这也是一个比较乐观的这个 一个新的发展 当然我们也想听听 我们在电视机旁的电视和 电视观众 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 您对于香港的新闻自由 有什么样的看法 特别是香港季协所公布的这份报告 指出有三成的香港传媒 是由陆资和中国政府所控制 还有八成的传媒高层 可以说是被北京所收买 您的看法和想法 我们欢迎您利用免费电话热线 400-120-0551 拨打电话进来 参与我们节目的现场讨论 或者通过我们在YouTube的网上 直播的讨论栏目 提出您的问题 网址是YouTube.com 接线BOA China 我们现在就先来接通 几位在线上等候已久的观众朋友 第一位呢 这是来自山东的邹先生 邹先生您好 请说 你好 我想这样的 因为中共的对媒体的控制 我想可不可以这样 比如说 赵延先生的媒体被收购了 然后这个媒体的主要精神支柱 是这个裁编波的团队 比如赵延原先这个 A的媒体被收购了 那么赵延可不可以再重新立一个币的媒体 然后重新去宣传赵延的理念 因为在香港毕竟是有媒体自由的 它不现在中国各种媒体的建立 都得有中共审核 然后我想如果是这样的话 多多少少可以对抗到中共的新闻管控 好的 我们谢谢您山东邹先生所提出的问题 稍后我们请赵先生来进行答复 我们继续再来接听 这是来自广西的彭先生 彭先生您好 请说 你好 谢谢主持人 如果说这一次香港铜锣湾这个事件 如林文基先生所说 就是中央公道组来采取的一个行动的话 我觉得这个事情又是习近平下了一步 很臭很臭的臭气 为什么 因为香港这个地方 它本身就是一个国际港 它这个事件是引起了整个华人社会的震动 世界上的华人社会震动 也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关注 人们都在看这个事情 中国的国家暴力 向外输出国家暴力的一个很典型的世界 我觉得这个事情的话 别看它好像没什么了不起 他们自己认为没什么了不起 但是后续的那些影响会非常非常大 好的 谢谢我的欢迎 好的 谢谢您彭先生 我们继续再来接听 这是来自河北的水先生 水先生您好 请说 水先生在线上吗 您好 请说 您好 听见了吗 听见了 请说 是河北的 是的 请说 就是我说一下 除了就是香港除了凤凰卫视 是有大陆背景之外 其实在香港还有好几个电视台 都有大陆的背景 其中就目前就是运作着的 有那个亚太第一卫视 亚太第一卫视就是报的那个新闻 什么内容啊 都跟大陆都差不多 现在还有个亚洲联合卫视 但那亚洲联合卫视吧 后来给黑平了 就说不着那儿听到了 那个台估计是倒闭了 可能大陆方面不支持了 现在有个亚太第一卫视 还有一个是香港卫视 其实香港卫视 跟大陆电台也是一样 没什么区别 收到那台看得不太看得 还有一个是专门讲那个健康 健康讲座的 就是专门讨讨论健康问题的台 就是健康卫视 一看一看也是跟大陆台一样 都打着香港的那种旗号的名称 还有先前早先说吧 有个在澳门注册的 那个叫中华卫视 那个老板叫黄阿元 平时表现挺爱国的 曾经在地上宣传自己 后来也就是播了两件也没了 后来也看不着了 也早逼了 也想运走运走不起来 就是这种想 还有目前是大陆方面吧 还收买好多外国的卫星直播商 其中特别有名的一个是那个地市 地市那个TV 地市卫星电视 后来是去年是 应该是被大陆外卫给收购了 后来收购之后吧 就开始下稿复稿了 最后搞了公司的私机链都断了 现在他们旗下的好多频道吧 尤其是那个福祉国际电视网那个频道 都黑并了好长时间都看不疼了 是 谢谢您 目前其他的还能正常收看 好的 谢谢您河北的水仙人 给我们提供这么多的 这个相关的这些情况 那么我们想就就刚刚几个观众朋友的来电 我想先请赵岩先生答复 刚刚山东奏先生请教的 如果被收购 有没有可能重新立一个新闻媒体 来避开这个相关的一些政治影响 这个在法律上没有问题 但是有一点就是一个好的媒体 传统媒体 你需要时间的这个打造 不是说你今天把它放弃 明天你再做一个 你这个团队跟出来 就可能马上出一个更好的东西 这个需要时间过程 那么吕炳全 吕老师 您刚刚也听到了几位观众朋友的看法和想法 那么刚刚这个河北的水仙人特别提到了 现在在香港媒体的一些近况 跟我们谈谈您的观察 到底现在在香港 相对独立的媒体 到底还有多少呢 香港如果说相对独立的媒体 可以说剩下没多少了 只有可能只有几家 然后呢 大部分那个媒体 都是受到政治 还有那个经济的那个左右 比方说它的资金 是从大陆方面来的 然后它的政治 比方说它这个人事的任命 也有很多传闻说 某某那个报纸的那个总编的那个任命 都是由那个中联班来安排的 谢谢 然后有不少这个报纸 他们也经常跟那个中联班走得很近 然后换取一些那个采访机会等等 而如果你不走这个路的话呢 你会给这个广告商去封杀 我有一个朋友 他就在那个 一个给封杀的媒体做 早上呢 原本还有八版那个广告 然后呢 有关方面一打个电话 他下午呢 就八版广告变成四版 然后呢 四版再变成两版 这样给人抽广告 是背后有那个系统去搞的 所以呢 现在在香港来讲 独立的媒体真的不剩多少 对 那么在这个同时 我们也看到了香港的这个政务司长 林郑月娥 实际上 她在上个周末还特别提到 她自己本人没有听到 有关于新闻自由变差的实际的案例 这也让很多的港人 对于港府到底有没有这样的决心 来改善香港的新闻自由 是大打了折扣 那么就在上个星期 刚刚举行的七一大游行的时候 很多的媒体也报导了 这个香港有一个11岁的小学生 他是大骂特首梁振英 还有他的政府 把香港搞得很乱 而且他还说这个政治问题 要用政治来解决 不应该用警察来解决 这个视频立刻在网络上 引起了这个爆红 我们下面来听听这个小学生 他到底是怎么说的 那么看梁振英一个人 这个是怎么呢 搞整个香港立立乱 一上台 更坏的新闻权 这个人贪污 都没有其他东西 施政 施政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梁振英 他这些像占领运动那样 支持政治问题 因为政治解决 而不是找警察去解决的 好的 那我们在继续讨论之前 我们也想来看一看 在我们美国之间中文网上 现在也有几位观众朋友 在提问 这是一位来自刘万芳 这位先生或者是女士 他提出的是 他想了解 在没有防火墙的香港 有多少的香港民众 会从中国大陆的媒体 来获取资讯 又有多少人 是从海外媒体 来获得资讯的 多少人会听信 香港本土的媒体 来了解相关情况 我想我请吕先生 短短30秒时间 是不是能够 我们做一个答复 到底香港民众 最依靠的是 来自何方的媒体呢 香港观众还是依靠 那个网上的媒体比较多 都是香港本土的 对于大陆的媒体 或是用大陆的名义 在香港包装 成为香港人 媒体的电视台 有一些这样的 来到是零售市 而香港人是不相信的 然后我们也很多人看 那个英语的媒体的报导 国际的报导 因为在那个方面 我们可以中西 两边的那个消息 都能够融会贯通 好的 我们继续再来接听 我们电话线上 也有几位在等候的观众朋友 这是来自四川的邓先生 邓先生您好 请您简短发言 您好 各位嘉宾主持人 您好 我现在想说一个 最近与自由有关的事 它影响了几十万中国人的生计 就是广电总局 5月24号发布了一个通知 关于移动游戏 出版服务管理的通知 然后一个多月以后 苹果公司在它的开发者 后台首页上 发布了一个消息 原文如下 是中国地区游戏开发人员 根据5月24号 国家新闻出版 广电总局颁布的公告 移动游戏需要通过 国家新闻广播出版管理局 审批才能发布 有些规定的条文的详情 必须参考某个网址 在某个地方 填上你的游戏的批准号 和批准日期 这个通知的大意就是 所有的手机游戏 无论是安卓手机 还是苹果手机 都必须有广电总局的审论 能许说 好的 我们谢谢邓先生 为我们提供的这样的一个消息 我们继续抓紧时间 再来听听这一位 这是来自广东的刘先生 您好 请您简短发言 大爷主持人 你好 我的看法是香港的传媒 大部分已经对中共收买 已经达到了无可救要的地步 我只求求香港的青年 再一次聚集黄伞 占领中环 我想再一次占领中环的时候 可能习近平手下的高级军官将领 可能要发动政变 对习近平是一个危害性打击 对中国的民主 可能会带来一点希望 谢谢主持人 好的 我们谢谢您 广东的刘先生 我们最后大约还剩下一分钟左右时间 我想请在现场的赵先生 跟我们谈一谈 很多的观众朋友 对于香港的新闻自由 非常的悲观 那么再加上我们看到 昨天中国的官方又报道了 中共中央统战局新组建了第八局 新的统战对象是新媒体人 所以在这样强力锁定媒体人的情况之下 香港要来反制 要来获得更多的新闻自由 是不是非常的困难呢 几乎没有可能 就传统媒体 那么现代媒体 它可能是控制不住的 这是一个 而刚才我回答一下 那个郑林月娥那句话 她说没有看到这个新闻自由 那个得到破坏 她根本不知道 她就是在这个瞪着眼说胡话 那么我们举一个例子 就是阳光卫视 大家都知道 那个老板叫陈平 香港这个有关部门 不给她报道新闻权利 她只是做了一个文化台 后来她做了一个阳光务实 就因为阳光务实 揭露了梁振英 是怎样得到这个特首的 这么一个过程 把这个底牌揪出来 用了15个夜码做了这个 马上阳光务实就被 就被这个打压掉 那个陈平在香港被暴打 暴打一次 包括李志英也被暴打过 还有那个刘靖途 这不都是这个恶化的铁证吗 那么现在陈平在干嘛 在纽约开了两家饺子馆 阳光卫视 现在几乎就办不下去了 阳光务实那个杂志也不存在了 这就是香港的现状 是 那么吕炳全 吕先生您的看法 30秒时间 刚刚特别还有观众提到 或许香港的年轻一代 应该再次发起占中运动 来争取更多的自由 您的看法 我听到一些北京的人士说 香港那个事情虽然是很难搞 但是你顶多搞出过什么 顶多就是搞出过占中 然后占中之后 我们用不留学的方法 就把你搞定 你最后是什么也没有 我的立场又不是 最后很多年轻人发觉 这个是争取是零争取成功 所以就挺灰心 对于这个再战中 我相信那个效应 除非发生一点很大的事 否则可能也不会有 这个情况发生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两位 那么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 有关于香港新闻自由 一国两业的相关讨论 我们就到这里结束 再次感谢吕炳全先生 还有赵岩先生 稍后回来 我们要讨论的另外一个热点话题 万人游行遭到了警方暴打 中国的示威法 是否成了摆设了呢 请您锁定时事大家谈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您继续回到VOA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在过去一个多星期来 中国传出了多起民众抗议垃圾焚化炉的游行示威 从湖北的仙桃到广东赵庆 不同的场景却是几乎同样的遭遇 抗议群众遭到了警方的当街抓捕 甚至残酷的殴打 警察无道 暴打市民 为何这类事件不断在发生 中国的现行法律为何起不到作用呢 施行了近30年的中国集会游行示威法 它到底是保障了人民的权利 还是剥夺了人民的权利呢 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的两位嘉宾来进行讨论 第一位是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中国独立记者 前纽约时报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先生 那么第二位呢是通过skype连线 从广州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中国独立作家野杜先生 你好 我们欢迎两位 同样的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拨打热线电话 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 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 您还可以通过VOA卫视在YouTube的网上直播 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 我们的网址是YouTube.com 斜线VOA China 那么节目一开始我想先请教我们在现场的赵岩先生 一个星期发生了两次这么大规模 那么同样很多人说两次规模可能都达到近万人 这样的一个大规模抗议 为什么呢 主要是这个老百姓主张自己的权利 要维护自己的权利 它也有一个表达的渠道 所以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两起事件都跟垃圾焚烧 发电有关 那么从这个表面上看 这个是政府这个为大家做了 为老百姓为这个城市做了一件好事 民生工程 对啊 那为什么这个得不到老百姓的这个理解和支持呢 那么透过这些东西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你征地的问题 你到底说清楚没有 那么这个垃圾处理厂 你在要建之前 你给社会公告没有 它的功能是什么 它的环保这个达标能达到什么样的水准 这一切我看那个在两个地方发生的这个 一个仙桃 一个是这个 赵清 赵清 都没有说清楚 都没有说清楚 事后 老百姓要上街游行了 政府官员才出面来讲这些事情 但为时已晚 就是 一个是你 你要在事前公告大家 公开 你公告 你没有这两个程序 你自己就要上去见 老百姓不理解 你拿我的土地 而且你要 而且这个 这个厂子出来以后 肯定要有这个 二五英那个排放 那排放对我的身体又不好 大家都不理解 你能 你能对我的人身安全达到什么样的程度 我全都不知道 那肯定要 他要上街游行 是 野杜先生 我们知道 在这一次的 特别是在 赵清的这个抗议事件 当局甚至表示说 这个上街的 都是不知道真相的群众 是因为少部分的 知识分子所带领 才会上街的 您的看法 您对于这两次 发生这样一个大规模的抗议事件 先跟我们谈谈 您认为它背后原因 是不是真的就是 当地政府的处置不当呢 事实上 就用互联网一句话来说 中国这么多年的 近期发展 在中国留下 这些两大弱势群体 一个就是重燃 一个就是乌养 而在众所周知 目前中国的乌养 已经到了民众难以引受的地步 但最关键就是 因为目前的政府 它根本没有一个合理的解决 其道 跟它的那个是 正是不透明的 也就是说 就算它就是说 像搞什么垃圾焚烧等等 它是像造型像声光来所说的 它可能像民众做的公告 但我们看到很多 中国的乌养抗争事件里面 它有些当地政府 也是做了公告的 但根本就迎不起民众的相信 因为最关键是在目前中国来说 中国政府它已经完全上市的公信力 而因为最简单就是它的这个政府 它这个政体不是明显产生的 民众根本就没有合法的期待去 监督它 那么它所有的东西 民众不相信 就是成里成章的 同样像那个广东和湖北 两个那个蜻蜓事件里面 虽然说官方说它是那个不明真相的行众 是产生了这种反抗的行为 但我们看的就是 因为恰恰就是在目前中国的社交媒体的发展 让很多这种信息 叫乌养等等信息 让民众广方传播 民众太知道那个真相了 所以才起来抗争 这和官方的说法就恰恰相反的 是 那么就像您刚刚说的 现在人手一个手机 这个信息随时可以传播 所以相关的消息 尽管当局再近可能也挡不住 但我们接下来要看到的是 中国的一些相关法律 特别是针对中国的 集会游行示威法里面 到底对于中国人民 它的集会游行和示威的权利 是怎么样来规范的 它里面呢 其实在中国的这个示威法里面规定的 他说申请举行的集会游行示威 如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就不予许可 第一就是反对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 第二是危害国家统一 主权还有领土完整 第三是煽动民族分裂 第四呢 是有充分根据来认定 申请举行的集会游行示威 会直接危害公共安全 或者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 所以我就想请教赵燕先生 您对法律也是有相关的一些了解和理解 这样的一部法律 它到底是保障了人民集会游行的权利 还是限制了相关的权利 因为看到的都是不得不得不得 这它到底是保障了呢 还是它造成了更大的影响 它关键就是这个 第一 宪法35条是有上述权利 公民有示威游行集会的权利 但是呢 落实到这个游行示威法的时候 我们知道这个游行示威法 出台背景是1989年 第10月份才出台的 那么这个完全是为了限制 这个公民的宪法权利 和限制它的表达自由的权利 但是它为了这个英警 要给西方一个现代社会看 要给西方国家看 它不得不做出这么一个东西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第四条 它说你要是 只要有理由 我记得它那个原话是有充分的理由 而不是充分的证据 这就从法律上 你什么叫充分理由 充分理由 我说一个就是充分的 那你跟谁去对话 别人认为你那个理由是不充分的 你限制我是不充分的 但是你说 你认为是有充分的 没有证据显示 其实有理由就可以 他认为说你这个上街 可能这个影响 影响这个影响那个 公共秩序和安全 那什么是公共秩序 你走到街上 这个车来了车网了 这都是公共秩序 那你要游行 就跟这个肯定要有冲突 但是它同时在这个第七条 也规定 第九条也规定 就是你申请的时候 那个主管机关 你要给人家一个通知 两天前 比方说我后天要游行 那你今天必须通知我 我的申请是被批准 还是不被批准 就这样的事 刚才那个我们听 看到就是说 政府说是背后的知识分子 怂恿老百姓才出来 那么背后知识分子 不会告诉老百姓去申请吗 肯定有这样的 我打过电话 问过这个 鲜桃和这个赵庆的老百姓 我说你们申请过没 他说我们申请谁批准 那这个使我想起来一个 就是我在这个 博讯做记者的时候 11年我关注的一个案子 上海的郊区马乔镇 13000亩的土地被征用了 那马乔镇的老百姓 3000人要出去游行 示威申请 申请游行 像上海市公安局 现在公安局长 已经换掉三任了 还是那两个 一个办案的董警官和阳警官 已经申请了360多次了 11年到现在 你看现在都16年了 申请了300多次 回过头来 没有一次得到批准 但是你的法律同时又规定 说在游行示威的前两天 你应该给人家书面通知 你要不给人家书面通知 视为你同意批准 那么我想赵庆和这个 鲜桃的这个老百姓 他们已经申请了 肯定没有得到官方的书面通知 到底行还是不行 你什么地方需要修改 什么地方不需要修改 所以老百姓行使自己的权利 去表达自由 这个对污染表示不满 这是他们宪法赋予他们权利 也是游行示威法赋予权利 但是政府在处理这个问题上 从来都是麻木不仁 根本不把宪法规定的公民的权利 那他没有发泄没有发泄的这个出道出口的话 那一定会酿成这样的问题 那么同时我们也看游行示威法同时规定 就是包括这个警察法也规定 人民警察在出出现在现场的时候 是要保护人民群众的这个人身安全 你要保障他的安全 但是我们从电视画面看到 都不是保证安全 甚至那个这次在赵庆 他都让人家蹲在地下 甚至跪在地下 还在拿那个鞭子 拿着那个警棍在打 你这完全是侵犯人身自由 这是一种犯罪的行为 但是我们看一看 广东省政府从胡志华开始 对这个事情有表态 包括这个河北的这个仙桃 那个省委书记李鸿总 我给他起个外号叫李鸿总 他对这个事情有表态 那么多的警察拿着警棍 拿着棍棒去打老百姓 手无寸铁的老百姓 你这都是犯罪行为 首先你警察违法 你不按照国家法律规定 去允许人家有一个发泄的机会 你不批准 它是要表达一个具体的问题 对具体问题的不满 而且这个设计法又规定 你在这个对具体的问题上 公安机关有义务联系 你对具体部门的不满 要让他们坐在一起去谈判 而且两方坐在一起以后 你还可以延迟五天 就这些过程政府方面都没有做 是 野杜先生您的看法呢 特别是刚刚我们也提到 赵先生也特别提到 其实集会游行示威 很多人说它是一个社会的紧急出口 它可以舒缓很多社会的紧张 但是如果在这个出口上 把它给堵上了 实际上会引发更多的问题 您的看法呢 事实上中国的那个示威法 它总共32条条文里面 它有23条是不准不允许游行示威的 里面只有两条是很抽象的 做一种引死 在不允许的情况 占了那个总共条文的64% 实际在中国呢 实际上大家把这部法律 叫做都准游行示威集会法 所以在事实上在中国来说呢 因为我们知道呢 事实上中国就有两级的 那个社会结构 就是官以民 中间是城市是缺少的 像那个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 NGO等等 在中国呢 是没有办法合法生存的 也就是说当中国面临着 那个社会事件的时候 因为呢 缺少了中间的社会组织 NGO层次的 那个对光明脸级结构的 那个对话协商和沟通呢 所以呢 在那个根本没办法 沟通协调情况下面呢 那民众呢 他只能够用那个游行示威抗议 去表达自己的抗法呢 而且目前中国的那个法律呢 事实上是不允许游行示威的 那么中国这种民众的自发的 那抗争行为呢 他就在官方眼里呢 就成了一种那个非法的 那个冲击了他们这个社会控制和治理的 这个行为了 所以他往往会表现为 用那个暴力手段呢 去打压民众的抗争行为 这是我们看到的 像那个湖北和广东 这个事件里面 我们看到那个警察 为什么会对民众失一步的真正原因 而且呢 我们看到 因为中国呢 目前呢 他对那个 采用了各种各样的控制手段 包括通过新的NGO管理法等等 去控制 社会上那个新出现的NGO主机结构等等呢 实际上呢 我们看到以后呢 随着社会矛盾的增加 那个民众的抗予行为呢 在没有办法解 那合理的解决 起到之前呢 会更体向为大 更大规模的 对社会那个 可能影响更大的那个行为 好的 这事都是我们意见到的了 是 我们现在就来接听 我们在线上等候的听众和观众朋友 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这是来自山西的福先生 福先生您好 请说 我想给你们提一个意见 每次接入电话的时候 提示这些观众们打听热线的时候 省略掉那些问候语 节约一些那个打入的时间 好 那您针对今天的主题有问题吗 像我们这个节目 卫星的节目 能开展一个独立的中文频道 就像中央电视台那种那种独立的 好的 谢谢您 我不知道电视台的那些外文频道 像那些法语啊 英语啊 什么西班牙语啊 俄语 这都是独立的 谢谢您福先生 我们感谢福先生的建议 继续我们再来听听 山东的周先生 您好 请说 对 刚才两位嘉宾 说到那个 不准流行示威法 我觉得分别都很到位 然后我就觉得吧 宣讨也好 造庆也好 起因都是人民对这个 政府的一些政策不满 这本身应该是一个政策问题 本身应该是一个政治问题 就像香港每个小学生说的似的 政治问题应该用政治解决 不应该让 警察来解决 好的 谢谢您 山东的周先生 我们接下来再来接听我们在中文网上收看的几位观众朋友 您的看法 这是来自一位叫Tony Chen 您想提问的是 中国不进行司法改革 人民群众的权力会有保障吗 司法改革又牵扯到政治改革 共产党有可能改革吗 好 那么这个问题我想先请赵延先生 来我们简单的答复 就回答一下山东那个周先生的说法 他说这个警察这个不应该管这事 政治问题正而解决 这是一个好的想法 但是问题中国就是 回到话题又说司法改革的问题 中国的警察的财政 就是他每个人开支 他所要用的装备 都要由各级政府来承担 而不是中央政府来承担 而且跟美国的体制不一样 美国体制是FBI 是由联邦政府来负担的 那么地方警察局由州政府承担 我们中国大陆的情况 就完全不是这种情况 就是从省厅开始 就是中央公安部以上 省厅下边的 都要由省委书记省长来决定 就是你局长长不长工资 你下面侦察员长不长工资 预审员长不长工资 全都由各地的财政来说了算 你即便是国家说你要长工资 但地方财政不给你钱 你没有办法 他这个财政如果要是不脱解的话 或者是说中央和地方 这个两个就是没有一个联邦的 没有一个中央直属的这么一个 在下边的执法的行政执法的 这么一个机构 和这个地方警察机构的分开的话 那么周先生说这种情况很难解决 所以他联动的问题就是要 整个司法系统的改革 你三权你三个权利 警察权检查权和法院权 你包括抓人 你看那天那个电视我们看了 那么多人都被抓起来了 这要不要通过法院来确认 这个人该不该抓该不该判 这一点上香港就比大陆要先进得多 所以这个必须有联动的改革 是好的 我们继续再来看看 我们在网络上 还有一位这是叫心腹的 这位观众朋友 他提出的问题是 现在的中国 无论是中国大陆问题 还是香港问题 台湾问题 都是因为中国没有反对党 因此他说他支持中国国民党 重返中国大陆 这样中国才有真正的民主法治和公平正义 那么当然这个话题 我们之前也讨论过了 那么我们继续再来看看 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观众朋友 这位是署名姓Harbor的这位观众朋友提问 他说如果中国出现了一次 类似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事故一样的大事件 是否可能会产生和苏联一样的效果 我想这个问题交给我们在广州的野杜先生 请您简短的来进行答复 肯定不会 在中国无论出现什么样的社会事件 它实际上都会被目前的 控制了所有那个议论 新闻网络等等 每者一旦装争的政府所控制 它不可能允许出现事件的争现 就像那个文庄大陆政 众所周知它里面很多那个 那个特别学生的洗衫 因为豆腐渣工程引起的 按照一般正常一个社会来说 它就会引起整个社会的反思和那个追问的了 当我们看到就是那个因为这里面呢 就包括了像那个谭祖云先生等等追问 事实增现了人反而在僵义里面 被扎起来被判刑了 可想而知在中国就不管出现多少个 像特尔诺贝利那样的多大的事故 都不会对目前这个体制呢 起到任何那个真正出动的作用 也就是中国一直以来民众所说的 一党装一党独裁骗力实在 是那么继续我想请教我们在现场的赵岩先生 或许也合并我们刚刚几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提出的问题 我们再回到这个对于示威法的一些相关讨论 实际上在两年前2014年 这个中国的异议人士滕彪律师 他曾经提出这个全国人大 要来对这个中国的示威法进行所谓的违宪审查 但是呢当然没有听到任何当局的一些反应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包括了在中国的一些律师界 还有学界确确实实对这部示威法有很大的质疑 您认为中国方面有可能对这部施行了这么多年的一个法律 将近30年的法律进行任何的改革吗 有这样的希望吗 这部法律那个必须改革 这是如果中国社会要想长治久安的话 就必须有这样的改革 否则老百姓没有一个发泄局调 没有一个表达自由 那么这个国家很难长治久安 但是全国人大我们都知道 以前我们也讨论过 全国人大的这个委员长就是一个法盲 他竟然能说出全国人大常会做出的决定 就是不可更改 哪有这样的事 他这话本身既违宪又违反立法法 那么在这么多官员都不懂法的前提下 而且垄断着那么高的权力 要改这个法也是很难的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两位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赵岩先生 还有我们在广州的野渡先生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相关讨论 就到这里要结束了 我们再次感谢两位参与节目的讨论 同时也感谢今天参与我们节目 现场讨论的观众 还有听众朋友 您的收看收听 美国精英的时事大家谈 是一个自由论坛 来宾还有听众 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言论 并不代表美国之音